你刚刚这个动作快到这样 不会觉得你耗地 尤其根本都看不到你有没有反患 因为这个动作 它会令你的转向幅度再大一点 你想想我是向这边突然间 转了这么大的角度 你会很容易过人的 所以记住我们带球 压下上 上回来 明白吗? 首先这个球一定是同一个水平 然后下上 回来 下上回来 下上回来 下下回来 下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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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拉后 下回来 下回来 拉開,下,然後這隻腳向後退,從洞裡放進來 就是這樣了,這樣放進來 對,左壓過回來,下,上,過回來 現在你拍球為什麼會有一點硬的感覺呢? 就是那個球在上來,你整停它 我們有一個懸浮,那個球停在你手上做任何動作 停,對,不要那麼大力,向下,不要那麼大力 試一下多點力向上,向上,向上,你才做到其他動作的 包括這個,明白嗎? 對了,記住,我們打籃球,這個雖然以前是花式 但是它可以練習你怎樣轉腰的 你要記住,你要轉的,你才拍到球 對了,腰沒有轉,再看一次 記住,我們過來之後,腰是轉的 同樣呢,我們這個動作呢 一過來,腰轉,你的肩膀才塞了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會過去了,Forter 所以慣性我們運球呢,其實呢 90%運球動作呢,都要轉腰的 包括你就這樣打快攻有人追,你已經要轉腰保護 如果一條腰不動呢,你永遠運球都會感覺很刪眼 又或者很初階的感覺 所以你記住,我們要慣性 轉腰,轉到腰 好了,跟著呢,我們就轉去左邊了 做回同樣的個人動作 核心壓,右左過來,小跳步,霍嵐 OK,這個呢,另一個我認為後衛一定要學的 包括中鋒都一定要學的 記住,我們怎樣做那個小跳步呢 我們壓完右左過,壓下去 記住,這一下呢,我們必須要用核心的 球在前面的時候,不是跳過去 第一個,離地動作,腳腕而已 千萬不要跳起來 跳起來,你後面就沒力了 我們就是用腳腕,壓,然後你就彈起 你要好像自己跳彈床一樣 你要覺得前面有個彈台給你,你明白嗎 壓,高,壓,衝起,然後放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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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試試 incarnation 來,來吧 停,停,停 左手的时候会看到多一点点问题 第一,球拉得不够开,有点夹前 拉开一点 压,你才可以在前面过 go,拉 是,good,记住踏上 踏,踏,是,good 压下去,落地的时候 污了前,就是因为你不是压下去 记住我们是抽起自己,用手抽起自己 再来,试多一次 压,再来过,停一停 记住,我们带过来,然后压过来这边 让人的感觉向左边 落地,左右,过来,抽起 go 过,是,good 对了 碰到地 就是代表,不是代表你重 你碰到地,其实就是你 那个冲力撞了下去 就碰一声 尽量不要碰一声,因为我受伤惯 你越碰,它产生的力量就会回到你的关节 这个动作做得不好是会有机会断脚 所以更加要练 如果你看到美国有些 例如之前Magic的Isaac就是这个动作断脚 例如 Derek Rose 他都会有这个动作断脚 为什么他会断脚就是 因为当他 摺球的时候,他会这样扭 有时他会吃起来的位置会扭 变成这样打横跳,你真的会扭断 不要让自己碰一声 记住我们是 跳弹床 跳弹床是没有把力量对抗的 你是顺着力量抽起自己 在胸中放弹床 我们不是跳下去 我们是压抽起 眼后放弹床 是好像跳弹床一样弹床 我们是用脚腕弹 抽起 不是跳下去 记住 Go 是压 捂到前面了 再来 压了第一次 阿平拉起 拉起个球 对了 压 对了 侧身了 记住我们推完 抽起 就不要侧身到这样 刚刚说过,侧身到这样有机会伤 再来 Go 拉 是Good 是 Good try 没有啵什么声 但是没有抽起带动起来的感 感觉 来 Go 但是 最后的动作没有压 为什么最后的动作要压呢 如果有人在 你这个压 是可以撞开 你是把位置放出来 你要保护自己 这个位置放上去的时候 你一抽上来 别人有机会打你 别人打你 你博到犯规 但是首要的条件 你不可以中了个人 刚刚是这样 其实对你膝蓋也会比较 会伤害多一点 记住 压 抽 伸直个人 然后放 明白 你要拉起个人 然后放 再来多次 准备 大,大,压,抽 抽起,抽起,是,Good 去,是,Good 再來,慢慢可以嘗試落過 記得落完,壓,抽起,用一隻手抽起 手抽起,Go 好,有力的 Go,但不是說很抽起 是,Good,我們嘗試練一練 怎樣手抽起這個動作 好,G 好,G 好 好,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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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